年人精辉宝见到宋爷爷居然躲开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小灰灰这是不高兴了吗 宋宝上前来巴结辉宝 他似乎有点不耐烦 爷爷建议他吃点新鲜的雪竹 也许食物能帮助他舒缓情绪 谁知他又突然摔了一跤 真是郁闷 他上前趴在护栏上 望了一眼爷爷 又转过头去 接着把头往后仰 有些百无聊赖 他在尽情地释放他的情绪 也许他是找不到更好的乐子丸了吧 他再次离爷爷而去 瑞宝一直在那里吃竹子 灰宝也来到姐姐身边吃竹子 他们连竹叶还没学会吃 爷爷就送上竹竿了 这就是爷爷给他们开设的练习课 瑞宝把灰宝挤走了 灰宝上树完 瑞宝顺势占领了灰宝的位置 靠着树别提多美了 爷爷也感叹瑞宝平时看着柔弱 时不时又会给你展示他的强大 瑞宝可是个稳重内敛的宝宝 轻易不暴露自己的实力 这咬竹子的姿势真是天生的 他还真咬下来了 树上的灰宝听见爷爷说要带他回家去 立马下树逃跑 他正琢磨逃跑路径 他先观察了下爷爷 然后就这样滑着滑梯悄无声息地离开 这倒真是个好主意 可惜爷爷早就识破了他的那点小技然 爷爷来告诉瑞宝辉宝的消息 辉宝逃跑失败被爷爷带回家了 他远想着爬到大树上去的 亲爱的瑞宝 我们一起回家吧 瑞宝好像对爷爷的邀请无动于衷嘛